用這隊 用這隊 如果剛才有人聽到貓叫我聲的話 那就是我旁邊的貓在叫 打一萬 還好不會死掉就好 其實這隊只要洗三回合 那個就跳起來了 所以你這邊卡豬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開那個 天晴座的 而沒有卡新豬就不用了 最重要就是強化豬 他血量其實不多 阿虹人命鳥是不是吃不完 吃得完啊 我現在人命鳥已經快要沒有了 三關 好 第四關 我來看看 這邊我隨意開個天晴好了 滿滿的新 對 有著看影片 太好了 呃 直接轉好了 好 有天獎 太好了 然後 第五關那邊洗個技能好了 阿虹人 這在幹嘛 這在幹嘛 算了 當作 我當作在疊那個 介王倍率好了 阿虹是怪物轉超會的 謝謝你的稱讚 送我人面鳥 最好是可以交易啦 可以交易 我早就 跟你們要人面鳥了 好嗎 全部人面鳥都送給我 因為我常常要 試奇怪的隊伍啦 對不對 大家趕快把人面鳥送給我吧 這隊算是娛樂隊還是正隊 我覺得算是正隊啊 我覺得真的蠻強的 你自己看一下傷害 而且CD3你當然洗一下技能 那又可以開了 他比如說這個時候就可以洗了有沒有 不過你看這樣啊 我在洗技能啊 而且這隊除了天晴座的兩張 跟紅星女王的搭配之外 你也可以稍微綠一下珠子 你就可以開上我們的 雙子 對 這樣你的那個 你的 你的新珠也會很多 你只要超過15顆新珠 這一隊的傷害整個就起來了 所以真的蠻猛的一隊 黃關 黃關那邊就直接 輾過去就好了 什麼都不用開 不不 要開吊殘 然後之後什麼都不用開 等一下 好啦 算了 隨便消完 隨便想說轉個10combo 可是算了 我們保留10力好不好 OK 順利通關 什麼卡片 薛阿虹的救援 手都送給你 是不是 有交易大家就是 開始時候乖乖抖內 你們不要抖內我了 你直接把那個人面怪鳥給我 就是最好的抖內了 打第二次也有 人面怪鳥 有啊 所以大家如果說之前有挑戰過 你可以再挑戰一次 就可以再次的得到 人面怪鳥的獎賞了 好 順利解完成就